我们来看到这是最坏的身教 台中这名男子饲养的吉娃娃 在去年7月被两名女子给抱走了 寺主召集的寻爱狗 钓越监视器才发现 窃贼竟然是一对母女 妈妈还叫女儿下手去投 相信状况 今天记者丁建文来告诉大家 建文 这个主观中 监视器画面中清楚可以看到 一对双载的母女就停在红绿灯下 而且迟迟不肯走 原来他们是看上了在旁边 走来走去的这只吉娃娃的狗狗 没想到这名母亲 竟然叫她的女儿下车 之后先去动弄这只吉娃娃 接着一把就把这只狗狗给抱走 让寺主看到监视器是相当的气愤 我们来听一下稍少的访问 之前是以为是男女 一对情侣 一个过去后面那个监视率在吊 哎呦就是一对母女 然后查出牌就找出来 那么这只可爱的吉娃娃叫做浅浅 是周姓男子饲养的 在去年的7月的时候 浅浅到附近来逛逛 没想到竟然被一对母女给盯上 当时这个母亲还叫她的女儿下车 去把狗给偷来 经过6天之后 四主非常焦急的调约监视器 并且贴出寻狗启示 终于6天之后找回了浅浅 没想到竟然是妈妈叫女儿去帮忙偷狗 这么现场为掌握最新情形 把镜头叫浅浅直播哦 好 谢谢 我们看到几娃娃很可爱 主妈妈竟然叫女儿帮忙偷狗 做出了最坏的神教 现在母亲被起诉了